阿拉加州工资一个月五六千 我两千块钱够花了 生费 完了剩三千块钱存上 不是错了吗 旅旅游剩下完了再有啥病 看个病患 你知道就得过何千 我现在我的工资 帮我工资换房败 你在这些生活上的花销呢 我还有一些东西花呀 在外面 打工自己花了 开小麻烟馆 还得还债 还得赚钱 还得还多少钱 还得 还得七年吧 嘴里说的是老伴 心里想着做笔买卖 既想有人帮忙还债 还要给女儿还房贷 相亲老头钱包何在 今天来相亲的刘大妈 今年58岁 退休金每月2600元 有房 别看大妈工资的 那头发可是老高了 别个儿挺高啊 我一米六九 你看我说的嘛 你要再说这个头发 显得就更高了 现在我都不敢搬头了 随意点的 搬得挺好 这就边个边扎了下 自己自己输的后边啊 这有时上我理发店输 有时自己输 上理发店输去了 我哪不立出 头发得立出 好嘛 不然大妈你还是随意点吧 这大工资关头上忘 不知道的还以为顶了鸟巢呢 大妈说了 这是新型时尚 你一点都不懂 原先现在是差了 原先就是 就是一撒 多都是得盘头 头多厉害才能出门 大妈不仅对发型要求高 其他方面那也是相当的严格 房子是天 房子是地 房子就是大姐的脸 那必须得选择最有面的 我一进来的时候 觉得咱家这个小区特别好 这房子是不是挺贵的 现在贵 现在都达到一万了 你在这住多少年了 八 13年半了 这是你的房子不 姑娘 那你这是跟姑娘一会生活吗 始终在一起 你有没有自己的房子 我有 但是我那个房是洞间房 都是二姐楼 不是平房 那些老房是平房 但我自己家盖的是二姐楼 妈呀 这妥妥的拆先户 未来钱大大的有啊 未来很丰满 现在很骨感 还不能拆先等存款 大妈只能开个麻将馆 来弥补生活的狗姐 妈呀我对没打 我没操 我啥叫打仗 不懂 对我好 那啥我明天想吃鸡 行 老大三百年来给你买一下 回来保证下班之后 保证给你做好了 我进门就吃饭 你想吃啥 就是保证的 不再说的 说第二天的 就那是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在那 三千两块钱 那行 那钱 送那几千都租出去了 今年租出了五户 五户一个月租金多少钱 一月吧 他们是三月一千 五户三月一千 那就是三个月五千块钱呗 一个月就一千多块钱 要说大妈的收入真不少 算一算六千肯定有 但大妈说了 别看我赚的不少 花钱的地方更不少 说你家里也有点困难 我家老头有钱有点机会 要我能这么干吗 他原先做点 跟别人合伙做买卖赔的 玩在别人的朋友手里拿的钱 钱多少钱呢 没多钱 这十万八万你不得给人家 现在还钱没有 听到这咋这么不对劲 但是口说无凭的 咱还是在往下看 五年前大妈的老伴因病去世 从此大妈的天就塌了一半 俺们都要疯了都 那简直真的都 在一起还怕她看着 我说千万不能让你看 那哈上外面哭去都 那半年的生难我 最后期不行了 大家实在太难受 上医院 院子住十二天 然后就走了 那十二天俺们天天在上 一宿都没回家 告诉我 我说回家洗洗 哎呀洗啥 在这睡了 别回家 不要啊 看着我呀 这这 不要不愁 老婆婆就说 哎呀 你前两天往门口走 那眼睛一直跟着门口 就那么叮叮你 叮叮瞅你啊 我的儿子 家里顶阳住走了怎么办 爸妈决定再找个老伴 以弥补身体和精神上的双筒打击 这看得最眼睛的呗 我为咋子讲话的 相互照应 有个照应 有个伴儿 酒瓶有点倒个水了 听了大妈的择偶条件 红娘找到了今年六十七岁的刘大呀 没想到一见面大妈就不了意了 好多有鞋 蛮到驼背了 个头个不高啊 去娃娃出去 这些娃娃一边高也行 很滋溜的也行 是没入眼的 年轻人找的像吧 你说找东西呢 对对对 都没那么容易 你岁数大的人 他更不容易了 这个肯定是次要的 你得先了解了解 看看人杀 你要找个董勇 你也得自己像个七仙女吧 长得跟玉皇大帝一样 咋还竟想美事呢 还好弘扬给力 三言两语就给大妈劝住 没想到屁股还没做热乎 大妈听到大远的退休金后 又变成了双胆地鞋子 黏了 你啥的没提 我是后门花公司 十三年 我公司三千五 不搞花公司不搞 调性不高 公司也太低了 果然如此 三千五的退休金大妈 是一点都没看上 说着找老伴 张口就谈钱 没钱就拉倒 但大妈还说了 理论是这样 实际可以再商量 要有存款再聊聊 花样溜的溜的溜的 上海南了 那头溜的 那边冬天那个暖了 我也挺爱好溜的 这地方咱俩比较相同 经济上暂时好像是 不太的什么 他调起来门就不行 你说溜的 他暂时走不了 家里肯定有困难 大妈咱这就不厚道了 大爷这白发人送黑发人 你还搁那笑 大爷还是太年轻 不懂女人的心 那叫一个海底针 还想着俩人 进往一处室 前往一处凑 这旅游就能行 大妈这就给你上一课 找老伴 二十块钱 阿拉假如工资一个月五六千 我两千块钱够花了 生费 完了剩三千块钱存上 不是错了吗 旅旅游剩下完了再有啥病 看看病患 就得过何钱 我现在我的工资 都给帮我工去还房贷 他爸活起来 我们就帮我还 到现在也是 这个房子是带款的 你在这现活上的化销呢 我还要有现正现花呀 在外面 打工自己花的 开个小麻烟馆够 还得还债 还得赚钱呢 还得还多年 还得七年吧 妈呀 这又是外债又是房贷的 还想出去溜达溜达 大妈还挺能做梦哈 大爷宁愿也有三分脾气 这会也十分不乐意 七年的意义 我接受不了 也要是一年二年还可以 你的工资也不用抖你姑娘 姑娘不也挣钱吗 挣钱 那我的原先 他爸活钱不是这么管 到现在我还是这么管 就这一个姑娘 我干啥不管呢 三千五块钱 讲几点事 你算是 去是 采米油盐 生活 人情好费 姜大姜 你说我说对是吧大哥 你说是吗 对 对是吧 你得把我养回去吧 你找老伴 我去姓妈 我能全管你家 假如说 他说我这份工资 给姑娘 我满天管 我还有一份 我拿出来 咱哥哥都 你这一点没有工资 管我这三千五 那肯定 我说我 还我这一 一个工资 找一个 找一个他这一五千没有 是什么时候 对 因为我的钱 没工资机啊 所以一般人接受不了 那我肯定不敢 你哪是找老伴啊 你这是找ATM机呢 大爷条件也没有很差啊 凭啥掉你这棵微脖子树上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